- 乌鲁华美生活,哈喽大家好,我是麦克爸爸,大家好,我是麦克爸爸,今天继续请杨琪来跟大家聊天,大家好,我叫杨琪,其实杨琪是我们想来第一个这种二代移民,当时呢咱们也考虑是拿北京户口还是国外的户口,当时你们还是像现在的移民一样带着钱, 我们整个把所有的家产全部都放在一起,一共就是大约8个箱子吧,觉得自己能出国的话还是蛮有优越感的,但是一过来的时候两眼一抹黑,好像不是那麽回事,我觉得在这边生活20年,那麽小来的,这个中文应该不行了,从第一代移民来讲呢,其实最普的就是父母亲的收入,还有这个身份地位,都是很大的一个落差,爸爸原来是外企的 这个公车师,怎麽突然之间就变成卖菜呢,我爸一进去一看的时候,哇塞这里面中国人太多了,我听这个教育专家说说这个ID课是最好的课程,但也真的是最难的课程,我这边在这边读的是多伦多大学,还没全读完呢,大学公司书来了,杨琪我想建一个我最完美的一个房子,我要是住一辈子,一无脑位, 对,两年以后就开始给我打开,小杨琪,咱们从卖的时候,觉得我赚了,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些小家小库的,比如说有点闲钱,那能去买块地吗?在做房地产投资的时候,他们保证三点,可以让你的物业保值,甚至升值,那个地现在已经涨到300了,我的天哪,看到上期节目的人,就会了解到我们讲到一个最感兴趣的话题点,就感人而止, 戛然而止,对,又被编导老师给指出了,戛然而止,对,我说错了,扣钱吗?扣100块钱,100加币,戛然而止,然后这期我们就讲最好玩的事了,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事,就是盖房子,对,正讲到要盖房子,我们上期结束了,赶紧请杨琪接着讲这房子,盖房子到底是咋回事了,当时为什么要盖房子?当时为什么要盖房子,就是因为上期有讲到, 就是说,咱们买了一个新房子和一个老房子,比较大的地,它的涨幅是完全不成正比的,刺激到了,对,刺激到了,对,当时买的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,是40万买入,76万卖出,但是旁边的那些大地都是,如果同样同期买入的话,也是40万,但是180万卖出,几年? 对,基本上是从03年到09年,6年到6年,对,所以说这个还是差的蛮多的,所以我爸呢,也是他在这一边呢,也是从事了很多工作,他自己本身呢,就是一个工程师,非常好学,非常,就是能钻研,能沉下心来去做这些工作的人, 对,所以说呢,我们当时呢,就是算了一笔账,就是说,因为当时咱们中国人,在这边居住的话,我们是有一些居住的一些习惯,我们不喜欢这个地砖地板太冰,我们选择地热,来做取暖, 然后呢,同时呢,我们这个,想平常炸一些东西,炒一些东西,好吃点,油大一点的时候,我们都希望有个中式厨房,那在这样子的考量下呢,咱们毕竟是,入乡水熟的时候,很多这边的建房子呢,都是西人在去建的,那西人呢,没有这个地热,这个什么中厨啊,什么,甚至一些风水上面呢,就是一进门啊,楼梯对着门,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不喜欢的啊, 然后名出名为,方方正正的这样子户型,老外可能是,不会太在意这一方面,但是,我们就想说,那我们呢,还是想要一个,完完全全合适,适合于自己,就是生活,呃,去上的一个,一个房子,那时候爸爸选择了开发,他也非常大胆啊,对,他也是非常,那时候呢,建房子呢,有个叫做owner builder,owner builder这个概念呢,就是房屋,房主自己把这个房子建起来, 他没有找一个承包商,或者是一个builder,或者是一个建商,没有找开发,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资质,是吧,他就那owner builder呢,这一边呢,就是大家如果以后要买房子的时候啊,就是特别是新房子这一边,我们也要注意的,就是说,呃,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不是屋主自建的,还是请一个专业的人来去建的,这一点呢,可能要找房屋经纪那边去查一下,或者是问一下律师,这也很重要的,因为呢,有些时候呢,owner builder, 这边呢,在新房保险上面,买新房保险,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,那为什么呢,呃,因为呢,他没有这个资质,他没有这个资质,他就是比较任性,我想干成什么样,干成什么样,但他可能是从建筑的这种,呃,科学和安全性上考虑的,可能就没有那些,真正开发商有资质的那种,更具有,就特学测量的精确性,所以保险公司,保险公司都不太放心这种,呃,对, 对,因为卖房子的时候,一定要披露这个房子是,哎,是真正的是一个有,有这个,有这个,有这个license,建商去建的,还是说,哎,侮辱自建的,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,这是个干货啊,真的,尤其买新房子,要注意,尤其,如果你要买一大天社区里的,其实不用太考虑,一般买房子就大开发商建的, 尤其是现在,比如说有一些小的一块地,可能盖了一个双拼,或者有的小的一块地,它盖了这个几个毒瘤拼在一起,连排,什么这种的,他就有可能是,有可能是,是吧,要请专业人士来去,来调查一次,对,其实西人士,他们很,就是,就是很,很有自己的那种设想,可能就是我这房子,比如说是一个组屋,住了就是多少年了,我父辈也在这,有一天呢,我突发气象,我说不行,这房子我想把它翻新,或者把它 拆了重建,这个时候我就,其实在我们国内也是一样嘛,就是很多,就是农民自己家的地上盖的房子,不都是自建的嘛,他也没有设计师,也没有建筑师帮他,就是自己,就是测量一下,是吧,大概找一找,王大农村都是owner,都是自己建,对,但是他们就很多把自己的房子,一个房子拆了,盖成一个双拼,然后住一套,卖一套,或者怎么在那儿,是吧,好,那在当时, 就是说,那当时你固定盖这个房子是,我们当时基本上是,基本上是owner builder,然后呢,那也挺厉害的呀,这个也有点,对,就是这很需要一些什么,建筑方面的,基本上,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整个社区的一个开发,那开发商呢,把这个土地卖给建商,就是小建商,一个一个卖,一个一个卖,所以说我们就买了一块地,当时买的那块地呢,五十万加币,一个六千尺的地,在什么位置呢, 就是在二十七A和一六二,还是在那个South Street,对,还是在这边,然后呢,当时呢,我爸就瞄着这个对面的那个房子,给建起来的,他用什么工种,我们用什么工种,对,他怎么建,我们怎么建,基本上就是,加上我们自己的因素,其实建筑上面呢,有很多细节上面的东西,比如说真正施工呢,和真正的这个图纸呢,其实还有蛮大的, 差别的,所以说他当时也吃了很多丁子,是吧,对,这个是很正常的,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,但是因为他英语不错,然后他,他对这个,这个建房子的理解能力也是非常,非常强的,然后呢,他就肯学习嘛,是吧,然后就把这个房子,咱们就给建起来了, 当时建房子的话,呃,基本上是130块钱一尺,嗯,标准应该是120,但是自己自己建房的时候,有些时候,这个成本哈,把空不好,是经常的,都选上最好的,都选上最好的,然后就抄了, 哦,所以说,呃,社区120的时候,我们就是130块钱一尺把它建下来了,哦,建下来的时候,但是也基本上花了50万,哦,那50万买第50万建房,就100万出去了,哦,嗯,然后之后我们也是住了好几年,在里面,然后之后我们给他卖掉的时候,也是卖了130万左右,所以说,还是有稍稍有所赚钱的,哦,那当时这房子带了多长时间,哦, 哦,因为是父亲的这个第一个,这个自己的亲自盖房的一个项目嘛,所以说那个房子,我记着我们盖了大约有一年的这个时间,一年,那多少人在帮你们一起盖,哦,整个工班下来大约有,大约最起码70,80个吧,嗯,哦,70,80个人,但是轮流的,对,对,对,比如说是这个木工,水庸,电工,铺地板的,是吧,嗯,嗯,嗯,就是,就是,这边呢,就是说, 再大的开发商,其实呢,在建房子上面呢,只有一些核心的这个团队在这个公司里面,其余的东西呢,全部都是外包的,嗯,哦,就是他各种不同的工种,要请外边的工人来帮忙,对,那其实说,说得更清楚一点,就是说你们自建的这个房子呢,相当于是你爸是设计师,他自己设计图纸,嗯,他也没有这个资质来去设计图纸,我们还都是请专业人,他可以把他的想法跟设计师沟通, 但是还是要设计师的这一个,这个资质来去盖图,向政府申请,好,刚才我只说了一个盖房的事件,我们大概用了这个一年的时间,但是真正在政府审批做申请的话,那也需要大约,包括设计好,也需要三四个月的事件,哦,对,所以说,也就是说,虽然这个房子是自建房,你也不能说没有图纸,没有这个,这个设计师帮你盖的这个章,你就开始 建了,对吧,肯定这边就是按部就班的一个,每一步都有审批,每一步就是建房子的时候,比如说就是建好地基啊,做好Ruffin啊,就是在每一个城市它的标准都不一样,但是都是政府帮你这边去稍微拔把关,拔把关,因为存在一个安全性,主要是存在一个安全性,对,那当时也没有盖过房子,怎么会这一步一步都这么熟悉呢, 他不熟悉啊,就是摸索一下,对啊,摸索的结果就是比人家的房子多出来,每平方多出来,十块钱嘛,对,而且工期可能会长一些,像我们现在基本上盖一个正常的一个家庭,四到六千尺的房子,我们差不多八到十个月之内就肯定可以盖下来了,那当时呢,我们盖的时间呢,是比较久的吧,盖了一年,对,盖了一年,哎,我这有一个疑问,因为可能我没太听清楚,就是说, 这种自建房和就是建商给你开发的这种房,那它最大的区别是啥呢,因为自建房不是也有设计师嘛,只不过是他团队我要自建,自己组建嘛,我觉得呢,唯一呢,就是,唯一呢,就是不同的,就是你省了一个建商这边收取你的一个管理费,嗯,建商的利润,对,建商的利润,当然呢,你是请个,就跟我们这边报税一样嘛,你可以选择自己报税,你可以选择一个accountant来去, 是吧,是吧,那这样accountant来去报税的时候,人家肯定是不能专业的,那人家收取一个费用是非常,是正常的,那跟建房是一样的,嗯,那刚刚我们说的那个,就是说,呃,保险经济会对这种自建房,他们有一定的就是存疑,那这个疑问在哪呢,同样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设计师的设计师,对, 因为呢,其实我觉得这边具体的呢,我可能还是需要找个律师去,去问一下啊,但是呢,就是怎么讲呢,有些时候呢,就是自建房的时候,其实建房呢,不只是一个,怎么讲呢,建房不只是一个资质,嗯,建商不只是拿的只是一个资质,它还是要按照经验,是吧,实战经验是非常重要的,对,比如说一些小的细节上边的,这个疏忽啊, 一些是所有的东西,会,以后会有潜在的一个,一个后果,好,当然呢,新房子一般来讲,普遍来讲,都有个二五,两年,五年,十年的一个,我们所谓的一个新房保险,嗯,这个一般来讲呢,都是,就是用建商的资质来去买这个保险的,哦,对,所以说这个是保建商的,因为他知道,呃,你在这边建房子有经验,所以说,the quality of work is assured,嗯,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,他就是会,会把, 质量有保证,哦,这样就知道,哎,其实我,我,我,我还有这样的疑问,好,比如像这种自建的房屋,嗯,嗯,我知道就是通常的话,如果有开发商的这种房子呢,它是有那种监理,就是到最后,他有一个,呃,就收,收工的时候,我有一个整个质量的这样的一个,呃,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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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察吧,相当于是,那这种自建屋有吗,这样的监理啊,这样的工作有吗,就是屋主就是自己的监理了,对,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差在这儿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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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那你屋主对你自己的房子肯定,你当然是更,更爱你的房子,你会更上心嘛,但是可能不一定有这种监理的资质,那可能是开发商的这一边呢,他的这个监理的整个的这一套完整的这种系统,他是处处的,都为安全考虑的更全面一些,我是这样理解的,哈,对,对,那也没准让屋主更上心,嗯,嗯,屋主虽然上心,但是他没有资质啊,对吧,他不一定是专业人士,嗯,我是这样想的,反正这里边的那个那个他还是, 是不容易的,盖一套房子还是不容易的,是吧,盖房子的工序,前年后后还是不容易的,那你们当时盖的这第一套房子吃过什么亏,除了成本高了一些,其实哎呀,因为当时我刚好是在大学嘛,所以说我爸自己在那边操刀把这个房子盖出来的,但是呢,我知道就比如说就是在很多细节上面的就是疏忽啊,可能会造成反攻,那造成反攻的时候呢, 就是成本上面的这个这个施加肯定会是有的,就是为什么你超出你的原本的这个预算了嘛,就是那面的,包括一些工期上面工期上面的一些延长啊,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呢什么,所以说找到一个专业的一个一个一个builder来去帮你建房子和一个不专业的话,其实还差蛮多的,而且呢,其实我都觉得说是怎么样了,现在访回来想啊,自己建房子的话,有一点呢,就是说,你毕竟面对的 是一个,就是比如说你找的这些工班,你也可以找拿电话打,或者说我这边有个房子,你过来给我一个报价,但是你拿到的报价不见得是最便宜的,因为大家都知道,就是说量化生产嘛,是吧,是吧,你一个,比如说建商在这边,你可以这个建大约一年建个十个房子,或者是二十个独立屋的情况下呢, 你跟着你建房子的这个工班,给你的这一个这个打折好,所谓的这个discount,因为他们有量嘛,那肯定是不一样的,而且呢,我觉得大家有一点要注意的,就是这个跟国内呢,是完全不一样的,就是甲方和乙方的这个关系,嗯,好,甲方呢,我们所谓的就是说,这是我们的建商,开发商,好,那乙方呢,就是我们的,比如说木工,是吧,这边, 在国内呢,就是说,如果你要在当甲方牛的时候,非常舒服,嗯,是吧,是吧,甚至乙方要电子,好,也有可能是这样子,甚至,反正就是有一些,就是不一样,好,文化不一样,因为这边呢,乙方呢,是比甲方牛的,哦,对,就,因为这个就是,人值钱,人值钱,对,因为其实建房呢,我们基本上就是俗话说的讲,但是也是,看你在哪里,干好,办公办料,嗯,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,你建这个房子花了五十万, 真正是二十五万,有可能都是人工出的钱,嗯,都是出的人工钱,你真正的材料费用,有可能二十万都不到,甚至是更少,嗯,那在中国是不一样的,好,这边的蓝领阶层呢,其实,是highly,highly respected,嗯,对,他收入很高的,而且还要保证他们的,呃,权利,对,安全,还有他们的,呃,休息啊,然后,对,工资待遇啊,是吧,这个所有的这些都算在里面,对,就是他们,就是,就是说白了,就是人值钱,人金贵,对,人金贵,然后呢, 那就是,你也需要照顾他们的心情,你也需要manage他们,好,那这边呢,就是说,肯定是,到时候呢,就是说,比如说,有东西过来了,好,那他们是给你排班去做这个活呢,还是给别人排班,那比如说,那个,呃,麦特爸爸,咱们这边自己建一个房子,跟我们这边建一个房子,您和我找到同样的一个木工,是吧,那我对,因为如果我们公司要一年可以建二十套房子的话,我对他的掌控力就是非常高, 对,您对他的掌控力,他可能就是,哎,不能说有一搭,五一搭,但是花,花费的这个,这个时间成本,哈,对,跟你来讲,就肯定会减少不错,那有活,可能紧着你给你盖,是啊,是啊,那想着得盖二十套房子,对,就比如说,我这边有一些急的事情处理,我说,你赶紧过来一趟啊,那他们就是,可调动,调动的比较顺心一些吧,其实,很多情况下是在这一方面,好,这一方面,会有什么,对,那那第一套房子,你是, 是,回去以后感受怎么样,从大学回去看着你自己盖的房子,就觉得爸爸很厉害,是吧,真的觉得爸爸很厉害,就是把小的时候摆积木的那个,摆成的那个小宫殿,最后变成一个现实了,对,对,对,真的是,真的是很厉害,我很少会听到就是owner builder可以,第一个房子,这个,这个,这个, 从二十变,从一百二变成一百三,已经是算是,现在你找个正常的一个,一个,一个builder来去建的话,有可能也是一百二变成一百三,就是,它的这个建筑成本的超乎,就是,就是很难去,对,因为,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疫情,现在还有,疫情前的木价,木头的价格和疫情后的木价,差距很远的,对, 对,如果你要做不做建筑大包的情况下呢,你这边方面的这个风险,全部都是在这个建房子出钱本身的人,就是homeowner里面,对,对 那就是说,怎么从这个,呃,自己盖房子,自己住,就变成了,你们就变成了房地产开发,开发商了呢,怎么转变的这个身份呢,因为赚钱嘛,哦,因为赚钱嘛,就是大家呢,都是,都可以算一个账啊,但是现在呢, 因为土地的成本涨了蛮多的,有可能这个账呢,可能算的时候呢,大家要稍微小心一点,但是呢,就是,因为这也是一个产业链嘛,嗯,对,我们在这边呢,打个比方,就是,如果您刚才提起来拼积木,那我们基本上是,把几个2x4,2x6,就是这个木头哈,就是给它拼装起来,变成一个,变成一个,一个积木房,对,因为这边的房子大多是木头的,对,那,那这样子情况下,我们创造了这个价值,那我们拿我们 应得的创造价值,这个费用,就,这个就是我们现在,目前就在做的事情,对,那我问一下啊,就是,从,你爸爸当时开始盖这个房子之前,他就是想,做开发商这行呢,还是盖完房子以后,才查了这个,才是这个想法呢,盖完房子以后呢,他可能才有这个想法,之前没有这个想法,就想给自己盖房,就想给自己盖房, 对,但之后呢,就是说,我,我那时候从大学回来的时候,哎,我,我就看经常,家里会有人,嗯,就是过来说,我爸说,哎,这是我建的房子,你看怎么样,哦,样板间是吧,对,样板间哈,变成了样板间,来给,就是他的一些朋友,去展示哈,我觉得,对,所以也是不容易,对,因为,说明盖的效果很好,是吧,盖的效果在整个,那个社区呢, 还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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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比较不错的,对,让家里来看,你说,行,照这样子,给我来一套,哎,挺自豪的哈,其实也练得咋了,我觉得,对,对,真的,真的是这样子,对,嗯,我觉得,肯定还是跟兴趣有关系,人家一夫妻当原来做工程师的,然后呢,之后呢,我们你看,也这个,对于这种动手的呀,对于开发,对这些开房的,还是很有兴趣的,有能力才有,有兴趣才有能力,嗯,然后呢,发现自己这方面,兴趣和能力, 你还能采生价值,才能采生价值的情况下,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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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择了,对,特别自己的,就是,主供这方面了,是吗,是,是,那后来就是,就是,批量盖了吗,呃,后来就是,因为任何生意嘛,都是慢慢,慢慢走,慢慢走嘛,是吧,从一年建一套,两套,从自己的自住房开始,嗯,然后,一直,一直往上,开始做更多的,做更多的房子,更有经验了,然后,招兵买,哈,就是,要,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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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自己的, 这个建筑堂对 然后呢就是慢慢来 就是他从给自己 从此给自己盖房 到接着给别人盖房 这也需要一定资质 对 这就是好像是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拿到真正的builder license 好像是after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建了自己的房子以后 拿到了以后 他就可以有这个资质 去给别人建房了以后 他才真正开始 破扑展这个业务的 对 当时这边做这方面的花人多吗 从03年开始呢 不多 说实在的华人呢 一直在这边呢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 09年以后吧 建房子的华人才开始多的 因为有很多投资移民过来 他们想要自己的 就是比较得心的住处呢 但是呢他们语言有问题 所以就只能找华人建商 或者是华人的工班 来去把这个房子建出来 但之前呢 还是比较是偏这个西人 会比较多一些 对 那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呢 现在目前为止呢 其实印度人的这个工班呢 会比较多一些 我也发现了 对 就是我家邻居有那个 就是换屋顶的 我看了屋顶上站的 都是印度人 对 那一时也可能 也可能是印度人不挑活 我觉得各行各业的 像我们学校里 就是打扫卫生的 然后你看像这个换屋顶的 都是印度人 对 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的界线员 买到楼里边 所有的那个就是快餐店的那个服务员 真的是 对 那印度人呢 这边说实在的 人的这个民族呢 比较团结一些 就是第一 第二呢 比较踏实 比较勤奋一些 那他们的这个实心呢 要求的没有那么高 包括这个服务力上面的待遇呢 也也没有要求那么高 那这样子呢 他们就产生了他们的一个价格上的优势 和一个竞争力 竞争力 对 所以说呢 有些时候呢 在建房子上面呢 就是说 换汤不换钥匙的话 就是你找一个外国人来去建你的房子 但是他用的也全部都是印度公众 对 但是只是外国人在帮你去做这个监工 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劳动力嘛 是吧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可能就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觉得劳动力特别的富裕 一点也不取 但是说真的 你说移民的这些 就是国内出来的移民的这些华人 我觉得真的是 一个是生活的也比较 条件也比较好 或者是技术移民 他们更希望能够在 比如说大公司啊 做白领啊 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是 在这个职业的要求上 还是有一些的 就是不太愿意去做蓝领的工作 对 因为我觉得呢 从技术移民来讲的 不管是技术移民还是投资移民 过来的也都是白领 对 国内的这个文化呢 就是白领比蓝领好 但是这边呢 反而不一样 对 这边蓝领很多情况下 都比白领赚得多 对 赚得多 除了就是辛苦一点 对 可能 对 可能就是在 就是这种工资待遇上 甚至比白领要赚得多 是的 对 你像我家呢 对面的那家邻居 他在换屋顶 我看四点 他们是七点钟来 然后四点钟人就下班了 不管这太阳天多大 反正四点钟人准时下班 周六周日从来不干活 前两天我家邻居换屋顶 我就说 哎呦 这大雨天呢 你看开始换屋顶了 可是周六周日两天晴天呢 工人都在休息啊 我说能不能加班给人赶紧换了呀 没有那个事 真的是 四点准时下班 周六周日从来不干活 所有的法令假日必须休息 这就是这边的蓝领 对 证的还比白领多 实心呢 这边讲就实心 一个小时多少加币 这个蓝领真的是能拿到 不能说最高吧 因为他肯定是没有医生和那个 律师证的高了 但是说就是平均的工资来说 他们就算拿得很高 对 肯定比银行职员证的多 就是这个这么比较吧 对 所以刚才说的假方 后悲一帮干活 对 所以假方也不容易当 是的 那后来你就是大师 毕业了以后 然后父亲开始从事 这个开发房子的行业 对 你也开始跟他一起做吗 我因为我大学是学的 这个生物工程和基因学 哇 这个是特别热门的 本来是应该当科学家的 科学家不敢说 但是就是基本上 就是本来 因为大学其实也是蛮难的 本来是想是 往医学那边 说实在的那个 学习成绩不够高 所以就没上升 就没上升 就没上升到 比如说敦伦大学的医学院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要找事做 是吧 那就是考虑说是地产经济那时候 是最快的方式来去入行 然后自己有一个工作 所以说当时就选择了 这一个行业 就考了牌是吧 对 就是考了牌 对 考了牌 然后因为父亲这边也在做房地产有关的 所以说就是比较有关联一些 对 当时有这方面的考虑 对 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吧 对 那当时你父亲盖房子 是已经批量干 还是在一套一套干 基本上还是在一套一套干 还没有做得太大的时候 对 我记着我是就是做经济几年以后呢 也是就是跟家里的这个企业 恰恰联手的情况下 就是从一个经济的角度 我可以跟客户更好分析说 什么样子的房子可以买 什么样子的地可以买 作为这个投资 然后我们可以帮你 帮你再一起重建 对 所以说 其实因为 这个挺好 这有多少个人朋友都会问呢 你们能不能找一个就是 把房子买了之后 把它给拆了重建的 或者是装修的这样的 专业的专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然后问一下相关的事 最近来的也很多有这个需求 对 是 我们想买一块去学习房 然后我们重新盖一下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能够买到这样重建的地的这个房子 大概的价格是多少 那拆掉的话 再建呢 现在这个市场价是多少 就是一个客户过来说 我想要盖一个房子 那你帮我看看 我是盖的值还是买的值 如果你的小区普遍的就是售房子的价格 就是在300万 你非得按400万的标准去盖 那你卖不了的 木材涨了 你控制不了 是吧 人工涨了 你控制不了 市场糟糕了 你也控制不了 如果有现金在手里的 我无条件趴现金太过去 对 就会有绝对的一个 还是60例 大家有可能看着这 就是一个小孩 华人的开发商 你不管做了几年 还是比老外商 你不能说印度人就不能剪出来好的帮子 好赌了 完了以后就爆了 那是下水管 各种你可以想想不想看的东西 全部都探出来了 对 对 我是第二代移民 真的一点都不差什么 小伙伴们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用怕 外国的东西的确是好 但是现在中国的东西不差 甚至更好 对 感谢杨琪跟我们分享 谢谢 好 那我们下期见 谢谢 拜拜